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人口也就23万多人 在他的宣传工作下 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 毛主席称赞陈其涵做了第一等工作 可见毛主席对陈其涵非常欣赏 1929年的四月 毛主席第一次到兴国县 临走的时候 陈其涵被红军筹集了大量的银员和物资 1933年 陈其涵被任命为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 协助陈毅指挥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 而陈其涵却被从天而来的贪污问题给撤职了 说陈其涵贪污 毛主席是不信的 1934年7月17日 当时毛主席和陈其涵都工作不顺 于是陈其涵跟着毛主席一起到了长盛县做社会调查 当时毛主席和陈其涵一起在区政府吃饭 一共四个人付款人是陈其涵 可见当时毛主席的出差费用是陈其涵保管的 当时他们四人的食宿费用是1.8元 收据上的经手人就是陈其涵 如今这个收据被收藏在约金中央革命纪念馆 在解放战争中 1947年陈其涵被任命为辽宁军区司令员 东北军区的参谋长 在第二年的攻占吉林和围困长春中 陈其涵力功很大 1949年3月他率部南下 6月担任江西军区司令 指挥间谍四万多人 尽管陈其涵力功无数 但他从不在乎这些 1955年平衔时 当时他自己上报的是中将 不过披下来实成了上将 他一生看淡名利 在1957年 10年60岁的陈其涵 就主动申请退居二线 这也是大家很少听说他的原因之一 1981年6月19日 陈其涵在北京病逝 享年84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